好,上一次课我们对这个内容进行一个小小的学习 然后在这之后我们学习了这是你家吗 这个一个小对话 那我们先做一个小的复习 先做一个小的复习 在复习的最前面 我们把这四个货币 五百一千五千和一万 这个 还有这个 这四个同个 把它复习一下 那有没有人来 把它尝试把它说出来 五百一千五千一万分别对应 怎么说 好,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这个数字 关于这个货币 货币使用数字来表达货币 该怎么说 这两字课我们就把它学完了 上次课的内容我们继续往下 上一次我们学到了对话 这个是Jeter到了David的家里面 问这是你家吗 然后我要跟他进来 我们家里有小狗 小狗欢迎他 然后这个问他这是你的小狗吗 是的 他的名字叫多比 我们再把这个对话听一遍 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它的这个 一句一句的这个练习 把它加进来 好,我们先来 请你一下 是土地的 这 да 呀 grou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放在一起就是问 Zehabait Shoha David Is this your house David 这是你的房子吗大卫 好 这句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开始读 Zehabait Shoha Da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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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是这样 那我们来练习 那我也先来尝试读一下 好 没有了 好 那我们来读第二句 第二句和第三句我们都读一下 第三句很简单就是头大 第二句是 然后第三句是头大 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练 它的请进 请进是一个起始句 就是命令对方 要求对方做什么什么事情 就像英语当中的 Commin Commin 这个Come 是原形 是一个动词的原形 Hikannes 在西部来语当中 它的原形是指的不定式 就像我们在上上课里面 这个 读的这个 Lehikannes 才是它的原形 大家在这里面 用起始 起始语态 这个词呢 是Hikannes 英语不一样 英语的原形和起始语 是两个词 是一样的 一样的这种 频繁的读法 但是在西部来语当中 是两个不同的词 不同的状态 读法也不一样 好 那在这里面叫Hikannes Hikannes 意思就是Commin 好 好 Ten是Yes 这个很容易明白 是对上一个 这个问题的回答 是的 是的 请进 然后Peter说谢谢 好 那我们把这两句读一下 Ten Hikannes Toda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 Ten Hikannes Toda 好 没有了 是吧 那我们练后两句 后两句 最后第四句和第五句 我们先练第四句 Vizek Kalif Shokha David 这是你的小狗吗 大卫 大卫 这是你的狗吗 Kalif 上次我们练过 Kalif 是狗的意思 Kalif Shokha 我们已经知道了 Kalif Shokha 和Habayshokha 是一样的这种结构 Hah 一个名词 Shokha 你的什么什么东西 Bayshokha Kalif Shokha 这都是前面要加上Hah 但是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前面是不用加上Hah的 我的爸爸就是Aba Shokha 你的爸爸就是Aba Shokha 或者是Aba Shokha 前面就不要加上Hah Aba了 这边用Aba Ima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同的 要用这种 普通的这些名词 比如说Bayt Kalif 然后我们有机会 还学到猫 其他的这些名词 你的猫 Hahatul 叫Hah 那这些的话 前面要加上Hah 那都是妈妈爸爸 这些亲戚的这些名字 前面是不加上Hah的 好的 因为 这个是特别的这种说法 好 那这句话 VZ 这前面有个V 就是And 在翻译到中文 是可以不用翻译出来的 它就是一个连接词 因为你中文说话 总不会说 以及这是你的小狗 你这个以及 这不用说出来的 或者会翻译成 那么 这个类似于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语气的 一个连接词 所以就不用翻 这句话 Kalif Shalha David 一路往上走 VZ Halif Shalha David 这句话 就完整了 给大家解词完也读完了 好 那我们进入到练习部分 那我也来尝试一下 没有了 好的 那我们来读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Kalim Lodubi Kalim Lodubi 都可以 是的 它的名字叫Dubi Kalim Lodubi 那 为什么叫Kalim Lodubi呢 这之前我们讲过 Kalim的意思是Calling 是别人叫他Lodubi 它的意思呢 是间接的表达 不是说 它的名字叫Lodubi 它的名字叫Lodubi 是这个Shmo Shmo Lodubi Shem这个词呢 是人名的意思 名字 它的名字呢 是Shmo 原来我们学过 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 是Shmi Shmi 也是表达 我叫什么什么的 这种句型 当时我们学的 另外一个句型是Kalim Lodubi Kalim Lodubi 是别人叫我 别人叫我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地方把Li 改成了Lod Lod就是他 第三人称 男性的 阳性的 也就是 叫 They call him Dubi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 是别人叫他 这个男他的 叫他 Dubi 因为这个小狗 是个公狗 所以是Kalim Lod 如果是母狗 就是Kalim Lod Kalim Lod 然后是一个 这个母狗的名字 这里 这个公狗的名字 叫Dubi 所以 这个回答 Kalim Lod 就把这句话的语法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他这么说 Kalim这个词 这个 他的意思是呼叫 还有阅读的意思 在这里面表示呼叫 Kal的意思 是他们 这是一个附属 你可以看得出来 Kalim Kalim 好的 好 那这句话就是这样读的 Can Kalim Lod B Kalim Lod B 那 我们来进入到练习 Can Kalim Lod B 最后一句话 好 那大家都读会了 那我们把整个 这个五句话的这个对话 来放到练习当中 练习开始之前 我们再听一遍 Zabaychulha David Can Hikanes Toda Kalim Lod Wazze Kalim L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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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五句话 全部都读会了 而且还听了一下 原声的这个 这个对话 那我们也是 两个两个来搭葬 一个先扮演 Peter 另外一个扮演David 把这个对话都读一遍 然后两个人在角色互换 再演Peter的换为David 好 那这一课的这个练习 这个读 听的这个语音来朗读 以及对话 我们就都练完了 那这一课呢 后面还涉及一些 涉及一些例句 涉及例句 今天时间差不多 能够把这些例句讲完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这个单词表 我之前把这个课件也发给过大家 那这是一个例句的练习 就是根据这一课的内容呢 隐身出的一些 隐身出的一些这个句子 那这一课里面我们许到了 Baiqiuha Baiqiuha Your house Your home 你的房子 你的家 那前面加上A4呢 就是问 你的家在哪里 你的房子在哪里 Where is your house Where is your home 这是问对方 这是问对方是男士的时候 如果对方认你词呢 就是A4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这个A4这个词呢 是我们之前在学 Where句型 就是什么什么地方 这个句型的地方 我们学过的 所以在这里面 A4也是可以放在这里面的 你的房子在哪里 也可以问 刚才我们学的 你的小狗在哪里 A4和Kalevshuha 也可以一样 A4 之前我们学过了 A4 就是这个词 A4 读A4 A4和Baiqiuha 好 那在这里面 Baiqiuha 之前我们学过了 这个Baiqiuha 写法了 正好 我来改一下 好 A4 Baiqiuha Baiqiuha 好 那这个Shuha 这里面特号括号MS 意思就是 阳性单数 Masculine Singular 这个对方是 男士 用那个 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例句 给大家解释了以后 也欢迎大家来造句 A4 Baiqiuha A4 Baiqiuha A4 Baiqiu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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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可以造句的 好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好 没有了哈 没有 我们来看它的回答 红色的房子 红色的房子 他回答是红色的房子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回答前面那句话 你的房子 你的家在哪里 那他回答说红色的房子 中文就会说红色的房子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家 A4 Baiqiuha 他回答就是 Baiqiuha Baiqiuha Adom 这个词 我们之前学过 是阳性名词 阳性形容词 形容词是分阳性阴性 单数复数的 因为它根据名词的不同 它会有不同的形式 之前我们学过红色的汽车 是吧 Mekonit Adom 红色的汽车 Mekonit是Adoma Mekonit这个词是阴性的 Ait Adom 我们之前学过红色的笔 Mekonit Adoma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标注 是masculine singer 是单阳 红色的 因为Baiq的这个词是阳性的 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学形容词的时候 Adom Adoma Adomim Adomot 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有印象的话 我们找一下 没有印象 找一下之前的那个课件 Adom是阳性单数的时候 所使用的这个形容词 所以它在这里面说红色的房子 要注意这里面有两个Ha Ha Ha Baiq Ha Dom Ha Baiq Ha Dom 如果没有第二个Ha的话 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 这个房子是红色的 而不是说红色的房子 变成了The house is red Instead of the red house 所以第二个Ha 所以第二个Ha很重要 一定要有 否则那就不是一个意思了 好 我们来读一下 Ha Baiq Ha Adom Ha Baiq Ha Dom 读快一点 就是Ha Baiq Ha Dom 红色就是A Dom Ha Baiq Ha Dom 好 没有了 好 这个地方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句型的这个组法 它有两个Ha 在这里面 都读Ha 都是定贯词 也就是说形容词在修饰 加了定贯词的这个名词的时候 形容词前面也要加上Ha 这样的话才能够表示 The red house 红色的房子 否则就变成了The house is red Baiq Ha Dom 它的意思是 这个房子是红色的 两个意思不一样 好 特别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在西伯来语当中 它是没有这个Is 没有所谓的The house is red 这个Is这个词是没有的 所以它的名词和形容词 修饰它的这个东西 直接放在一起 所以区别它的修饰关系 就是在于这个 第二个这个形容词前面 有没有这个Ha的问题 没有Ha呢 就中间没有这个Is 没有英语的Is 所以是很难判断 究竟是怎么 它究竟是说 是红色的房子 还是房子是红色的 所以在零路子前面 也加一个 也加一个 这个静观词 Ha 来把这个巨型来进行区分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红色呢 也是可以换的 也是可以换的 那我们之前学过 黄色、紫色、橙色等等 我们去找一下 那个对应的课件 比如说黄色的房子 Baita Tso A Tso A Tso 等等 Gatom等等 然后这个Jahol 黑色 Lavan 白色 这个 还有Pahol 蓝色 找一下当时 我们学的这个课件 如果大家还要记得 绿色 Yahol 都 紫色 Sagol 等等 包括这个金色 Zahav 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颜色 是可以把这个Adom换掉 但是记得要用 单数阳性的 因为这个Bait是单数阳性 所以这个巨型 照样可以用不同的词 来造句的 只是它是这样一个格式而已 好 那我们今天学了 Abaita Tso 就让大家知道 红色的房子该怎么说 那你换对应的这个颜色 就可以做成了 比如黄色 或者是蓝色 或者是绿色 等等不同的颜色 这个是 整个句子的这个 语法是不受影响 只是换了不同的修饰词 好的 那具体的颜色 今天我们不展开讲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复习 好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Lehikanes 刚才我们在 我们在 这个课文当中 我们学是 Hehikanes 对吧 Can Hehikanes Yes Please enter Come in 他这样说 那Lehikanes呢 是不定时 在什么时候用 就在这句话里面用 Ifshare 如果大家还记得 有到这个餐馆里面点餐 那一刻的时候 我讲到 可不可以点餐 可不可以看一下 这个菜单呢 可不可以买单呢 都是用的这个Ifshare Ifshare 当时我们学了Ifshare这个词 Ifshare这个词 它在西伯来语当中 对应英语的 Is it 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很长 Is it possible to 对应了这么长的一个 一个短语 但是在西伯来语呢 只用一个 简单的Ifshare这个词 Ifshare Ifshare的Hehikanes 意思就是 我可以进来吗 Is it possible to enter Is it possible to Come in 它只是两个词 但是它表达了很长的一个意思 就是 不可以进来 我可不可以进来 实际上 按指的意思就是 我可不可以进来 好 那我们把这句话读一下 Ifshare Lehikanes Ifshare Lehikanes 这个Lehikanes 在我们今天学的这个 单词表达中 我们上一次读过 它是 Hehikanes 这个词的 不定式 或者是对应的 英文叫 原形 原形 动词原形 那 它是 Leh 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动词的 不定式 这个Hehikanes 前面加上Leh 你可以看到 加一个 Lamit Lehikanes Hehikanes 就是 就是 我可以进来吗 Is it possible to come in 这句话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 Hehikanes Hehikanes 好 我也来尝试练习 好的 那今天 我看啊 今天这个就 今天这一课 我们就练完了 关于 这是你的 以色列家吗 Is this your Israeli house 这是你的家吗 这个对话 大家都练得很好 好的 好的 好 好